我们继续说一下 出现脑梗的前期 就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的情况 这个头晕跟其他头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也得区分一下 说到这个的话 我可以提供一个判断方法 是我前几天刷抖音看到的 如果家人有头晕法座的话 建议你查一下眼症的体验 就像这个患者 有没有眼球的一个正常 看一看 点个手看 看哪呢 这么的话就有可能是小奶 或者是脑袋梗才 建议到医院去排查一下 头晕眼睛跳 按理说 谁都遇到过吧 我要是晚上睡得太晚 或者是没睡好的话 那真的是头晕脑胀的 比如说熬夜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感觉头很晕 然后眼眶 这周围就是很难受 就是需要这样 按一按才舒服 也有这种出现眼睛跳的情况 头晕眼睛跳就是脑梗吗 我这俩妹妹 你们 那我们说 其实头晕 这个作为脑梗的症状 是让我们医生觉得 最提心吊胆的一个症状 因为其实头晕代表的是 我们所说的叫后循环 那么这个后循环的脑框 后循环里面 有很多的生命和中枢在这个里面 所以一旦后循环出现问题 这个患者的危机生命的程度 是非常剧烈的 那么这种头晕 其实如果在早期 没有其他症状的时候 我们跟普通的头晕 确实是很难以去区别 但是如果它在伴随 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除了晕 还会出现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叫眼症 那么可能就对于我们医生 诊断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依据 那我们就要多想一些 它能不能还有一些脑盖 或者是后循环损伤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 具体是什么样的跳法呢 是眼皮跳 还是眼眶跳 就怎么样能描述一下 大家更直观一些呢 这个首先它肯定不是眼皮跳 它是我们的眼球 在我们做水平运动 或者是在做垂直运动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它的眼球 再成一个有规律的 这样的一种活动 那我们把这种叫做眼球震撤 是不是我越早发现 越早就以这个 我安全系数越大 当然是